哈囉我是葡萄,歡迎來到天空葡萄園 今天繼續來玩這款 三千人團隊耗時八年 耗之八義用什麼 Android Android 4引擎打造的 仙霞遊戲 然後他還用什麼 Chasing 關心追蹤什麼 技術 OK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廣告到底有多虎難吧 好,就這個他的廣告 對參與研發八年 Android Engine 4引擎打造 引擎打造 Android Tracing 關心追蹤技術 記住他廣告說的 三百萬嘛 嗯 然後各位看一下他廣告後面 喔 我有接到 OK這個就是 我沒有騙人 這些廣告嘛 就是 王者遠征的廣告 然後代言人就是這位什麼書建信 證據就在這邊 麻煩不要再說什麼 這是什麼 什麼什麼其他所有的廣告了 齁 這款玩者遠征就是拿別的遊戲廣告 然後來當做自己的廣告 更別說拿別款遊戲廣告 還可能是別款遊戲廣告 因為廣告都是這樣抄來抄去的 OK 證據就在這邊 齁 我是不是打臉了某些 某些護航的網友啊 或者是公讀生 OK那我們廢話不多說就來玩吧 然後他說什麼 遠征78幅5月15號 就今天齁 10點開10點10分開服 我遠征78幅 這很吉歪啊 齁 78 78幅嘛 吉歪幅啊 OK我們準備進來了 然後我不知道這個遊戲還會不會lag欸 齁 我不知道這個遊戲還會不會lag 反正就看看吧 然後一大堆什麼郵件 一鍵普通找回啊 啊哈 啊哈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 我好像有好幾天沒登櫃 因為前陣子台灣大停電 OK反而來領取有的沒的 喔 這是我人物嗎 喔我怎麼覺得欸 這個叫幻想女神 這是什麼東西啊 團戰英雄 SSR團戰英雄 他的臉是這樣子 各位有沒有看到 他的臉是這樣子 他模組是這樣子 在搞什麼鬼東西啊 然後這些都是領取 我發現他的一些什麼課金提示嗎 這些是禮包吧對不對 禮包很正常啊 因為這個 喔這還有什麼免費祈福 啊哼然後怎樣 然後這個是元寶祈福幹嘛 領域 我又在自動戰鬥嗎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又在自動戰鬥 然後這些 哇靠 欸我記得我上次結束的時候 有這麼多的課金提示嗎 他的課金提示馬上就跑出來了 然後這個就是說有些 我記得有些人護航嘛 這款遊戲嘛 他的畫面比其他遊戲還要乾淨 我把聲音關小聲一點 有些人在護航這款遊戲 他比其他遊戲畫面還要乾淨 這個叫做乾淨啊 請問一下這個叫做乾淨嗎 前往續費 續費三小 看課金提示 一大堆課金提示就跑出來啊 然後他課 你看上面密密麻麻的 免洗手遊 免洗手遊就是這副德行啊 下面是課金提示 然後下面是你那個操控的UI 就這樣 他遊戲就這樣 然後左邊是你的任務表 然後左上角是你的任務狀態 啊哼 免洗手遊嗎 這個就是免洗手遊啊 這個叫做畫面 比其他遊戲乾淨 我真的很不想打給某些網友 我真的很不想打給某些網友 但是這種遊戲 他說出來他就是這樣子 所以免洗手遊 他的UI 他的套路 遊戲套路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然後不要再說什麼 這個遊戲好像還不錯 我真的覺得說你們的還不錯 等一下會講還不錯 你是那些洗五五星評價的公讀生嗎 這個遊戲你說還不錯 你是那些洗評價五星公讀生嗎 然後剛剛廣告說什麼 我看一下剛剛廣告說什麼鬼東西 然後他說什麼浩之八義 等一下我開大聲一點 然後這個 這裡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反正在說什麼引擎打造 好像就是他的畫面會很屌吧 浩之八義啊 然後還說什麼 Retressing 關線追蹤技術 這個我大概知道啊 所謂關線追蹤技術就是所謂的 類似觀影啊 他要有影子 比如說關線從哪邊來 然後他就會有很真實的影子 然後會有很真實的陰暗 所謂陰暗或者是說 比較光亮的地方 簡單來說就是讓他的整體畫面 會看起來更生動 就是有光線這樣照過來 會感覺更生動 你們各位應該有玩過Minecraft 各位有玩過Minecraft 有看過觀影模組對不對 觀影模組就大概是他所謂的 光線追蹤技術啊 反正看起來就是要有陰影 然後該暗的地方要亮 然後該暗的地方會暗 不會像現在這個畫面 基本上你就看 你就感覺說他全部的 全部的關 就是他全部的畫面 基本上你看不到任何的 那個影子或者是光影 就是他的亮度就是這樣子 他不會有 比如說光線從哪邊打過來 沒有這個沒有 比如說光線從你的 從你的右邊打過來 你的左邊就會有陰影 這個遊戲就是沒有 所以他說什麼 關線追蹤技術根本就是唬爛的 然後他說什麼 看一下垂直探索地圖 垂直探索地圖 我有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遊戲他甚至連跳躍系統 這個遊戲他連跳躍系統都沒有 要怎麼垂直追 垂直追蹤 你可以跳到建築物上面嗎 他說垂直探索 就代表說你可以上上下下 他光是你們看一下這個視角 請問一下各位網友 他光是這個視角嗎 移動幅度不超過五度 移動幅度不超過五度 哪來的垂直探索 除了他有些地方 他有些地圖好像可以往下走 這樣子 這種也沒什麼特別的 因為這就是他固定的遊戲範圍啊 這個就是他固定的遊戲範圍 有什麼好奇怪的嗎 這個就是固定遊戲範圍而已啊 有什麼好奇怪的 你可以跳嗎 你連跳躍都不行欸 連跳躍都不行 搞屁啊 然後這些水嘛 像降虎一樣 這個叫做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引擎打造的 然後 連那個水的紋路喔 連那個水的紋路都非常的粗糙 這個叫做什麼關線追蹤技術 這個就是你們 呃 還不錯遊戲嘛 還不錯遊戲 真正的垂直探索地圖嗎 真正的垂直探索嘛 你是要可以跳躍的 可以跳躍到建築物上面的 OK 甚至說你的視角可以往 可以 你的視角嘛 可以任全方位的360度這樣子觀看 這個 這個才叫垂直探索 OK 你看 他 他的視角根本就鎖死了 好 比之前有一點還要好的地方就是 他至少這次不會lag 比較不會lag 我想可能是他 遊戲伺服器剛開的關係啊 有新的玩家 他遊戲 他可能前陣子遊戲伺服器剛開 然後就比較 比較破一點 等一下他是黑馬 為什麼是紅馬 唉 唉 幹 他們這個模組嗎 我看還是覺得很噁心 呵呵呵呵 你們看他的肩膀 他的肩膀是怎樣子啊 而且他的鎖骨 他的鎖骨 他的鎖骨 都快跑到他的脖子耶 各位有沒有看到 然後這位 李元芳啊 他手指 手指甲也是尖尖的 喔 關線追蹤技術 有啦 有一點他的水的 水的品質還算做的還算可以啊 大概就十幾年前的品質而已 喔 水的部分還算可以 等一下十幾年前品質說 那說穿了 他這個遊戲的 畫面嘛 他這個遊戲的畫面也是十幾 十幾二十年前遊戲的品質而已啊 然後這個叫做浩之八億 這個就是他廣告說的 浩之八億 然後耗十八年 可能你們那個遊戲可能在八年前做好的 然後就就就就就就就 就把他放在那邊 像有些地 因為他沒有跳躍系統 所以他有些地圖是 有些 他的遊戲範圍嘛 固定行走範圍就是這樣子而已 然後這個叫天氣變化 喔 遠遠看這個有天氣變化嗎 我還是覺得 這個還比較像是那種 人家 欸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發現一件事情喔 就是說你們這個風景看過去嗎 這個風景看這個風景看過去嗎 搞不好嗎 擺在藝術 擺在美術館藝術家那些畫嗎 都比他還要好看欸 啊 人家用人家手動畫的都比他好看欸 你覺得欸 喔這個叫做什麼 喔最真實的 最真實的 最真實的地圖 地圖場景喔 喔 然後擊敗什麼政國大將軍 喔 然後你們不覺得他的任務都萬七八糟的嗎 喔 旁邊就蹲著幾隻怪 然後我們就這樣直接走過來 他任務就 根本就萬七八糟的啊 然後我們看一下他整 全部的地圖齁 我們看一下他全部的地圖齁 我們看一下他全部的地圖 喔 還是說我誤會這款遊戲 我們看一下系統設置這邊喔 他的 螢幕的 螢幕嘛 他螢幕的調節就只有這樣子 我喔 螢幕的調節 就是只有這樣 看一下精緻 嗯哼 然後我再調回去 喔 我再調回電影 嗯哼 有嗎有差嗎 好像沒差吧 喔他精緻跟電影的等級是一樣的 你贏老吉賣耶 然後這遊戲在那邊打一大堆廣告 還趕快來請那個什麼藝人來代言的 好遊戲嘛 這個就是你們口中好遊戲 然後 打這個 他的套路也是一樣啊 喔遊戲套路都是一樣的 接任務 打怪 穿裝備 吃一大堆有的沒的 領一些什麼福袋啊 有的沒的 然後打副本 然後副本有一關一關一關 這樣 唉 然後掛機什麼自動戰鬥 那這誰啊 對啊自動戰鬥而已啊 然後還要打多久啊 欸靠北我等一下要出門欸 不要跟我 不要給我打太久欸 還是要砰 多久啊 幹你娘欸 然後還要打到一百隻怪喔 呵 好遊戲啊 這就是一些人口中好遊戲啊 阿不都一樣 阿請問一下 他跟其他的 武俠手遊 還是什麼仙俠手遊 有哪些地方 喔他整 除了畫面之外嘛 他的一些系統 他的機制 到底有哪些不一樣啊 請問一下有哪些不一樣啊 阿你們 你們口中 你們口中 說的 還不錯 到底不錯在哪裡 到底不錯在哪裡 可不可以解釋給我聽聽 喔 麻煩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 好不好 媽的欸 居然還會有人說這款 這款遊戲還不錯 給我一個 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可不可以 喔別說 別說我這個 別說我這個人喔 都針對這種手遊 都只會罵而已 喔麻煩你們給我一個 合理的解釋 合理的解釋說 這款遊戲 到底不錯的地方在哪裡 麻煩某些網友 某些手遊玩家 喔 在這底下留言區 給我留言一下 麻煩喔 好好好跟我說一下 好不好 喔 如果你可以說出一個 合理的 合理的評論 試著 試著來反駁我 甚至讓我 駁得我牙口無言 也可以啊 這個副本刷刷刷的場景 我在別的遊戲 已經看了好幾次了 喔 我之前在 之前在什麼遊戲啊 雲之歌也有看過啊 我之前在天璣物語也有看過啊 我之前在一款遊戲 叫什麼 異界之藥 異界之藥也看過啊 啊這個就是 嗯 還不錯嘛 啊畫面 比其他遊戲還乾淨 這樣密密麻麻的 媽的欸 有密集恐懼症 還乾淨喔 哪邊也乾淨了啊 喔不要說 不要說我這個人口氣還 口氣爆還怎樣的 你們要護航嘛 你們要講 講一款遊戲好 你們 你們也要講的 有理有據啊 有些人嘛 有些人嘛 把這個 把這種垃圾手 有黑的硬縮成白的 真的 真的 真的很有事欸 喔 你們都可以摸著 你們是 請問一下你們是把你們良心 然後丟到旁邊 然後再講 再稱讚這種 這款遊戲 是不是啊 OK 反正 這副本終於打完了 喔OK好 你看 吃心丹嘛對不對 喔 好 這個領取獎勵 喔這個幹嘛 很正常啊 這有什麼 什麼奇怪的地方嗎 然後有些人說 什麼福利送好送滿 這個就是 這個遊戲 剛 當初 當初設定好就是會給你的 喔 他就是要吸引你繼續玩下去 有什麼好奇怪的 請問一下有什麼好奇怪的嗎 喔 這個 他就是這樣子啊 喔 裝備嘛 還說什麼 吊堡率 他裝備都是階段性 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一定會給你的 啊 請問一下這個遊戲還有所謂 佛心不佛心的問題嗎 他遊戲設定就是這樣子 前期送你一大堆有的沒的 然後讓你 讓你 玩得下去 玩到 玩下去玩到後面的時候 可能感覺到 遇到 遇到一些瓶頸了 你就會想要課金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遇到一大堆土豪玩家 遇到土豪玩家 或者是遇到某些 遊戲員工 假扮的 員工帳號 然後為了你要拼過他們 你們又會 又會有衝動 想要課金 提升戰力 來贏過他們 實際上你就等於是 落入的陷阱 凡是這種課金手遊 之後我還會繼續看他的課金提示 我現在看的話就已經 差不多十個左右有了 凡是這種課金遊戲 課金手遊 花錢拳頭大 你在怎麼花 你都比不過 某些土豪玩家 或者是說那些公讀神玩家 再次強調 這個就是 花錢拳頭大遊戲 然後有些人說 可能會說什麼 啊我不課我也很強啊 我不課我 我戰力也可以衝到 衝到 怎樣怎樣的 啊所以勒 你就算你真的 不課也很強 那你強得過某些 土豪玩家嗎 說出來 在花錢拳頭大 以花錢現金 充戰力的 世界裡面 所謂的平衡嗎 這些花錢拳頭大遊戲 他們裡面的平衡嗎 就是看你 投了多少錢 砸了多少錢 OK 所以有些人請你開悟 不要被一款垃圾遊戲給騙錢了 不要說什麼 我為了優越感 為了高人一等 那些都是沒意義的 沒有任何意義 奉勸各位開悟一點 OK 那我們就就就就就就 今天到這邊吧 各位拜拜 好 好